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的节目 晚上跟大家做一节简单的桑普论证 礼拜日我也需要休息 还有我明天也有其他的节目要去电视台处理 希望大家都明白 今天一单是台湾发生的新闻 这段新闻同一个从香港来到的一位手足是有关系的 近年移居台湾 很多新闻说他已经定居 No,他不是定居 他也就是停留或居留状态 这个个人的私隐我不说了 他的情况就移到这个地方居住 但不是代表他已经有新闻证 这是两件事 他就来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网媒 Free Hong Kong Media的创办人 人称姜牧师的姜家慧先生 他不是牧师,他是卓浩的牧师 也都喜欢穿一身牧师服装 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 但他不是牧师 真的牧师 怎会在所有场合都穿牧师服 他叫牧师 Cosplay 姜牧师的姜家慧 他是一个智媒体人 他今天早上在台湾遇袭 在台北凌晨时间 天都未光 在台北临深北路的地方遇到袭击 身中两刀 被人刺了两刀 用刀刺下去 伤得挺深的 我会和大家说 据报送院抢救后 都是清醒的 他都担心是否真的会死的了 即是一直喊 我死的了 死的了 他说没事的 总之你不要动 就没事的 他今早做Facebook 开Live 就被指不知什么人 从后面捅了两刀 流了很多血 根据Renews的报导 多谢梁云邦 台湾自由时报报导 警方初步调查 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 发现案发时候 姜家慧的酒后 经过现场 他经常喝酒 我认识他的 他经常喝酒 泪醉 最后可能也有说一些 他也不会记得的东西 遇到正从酒店落楼的 另一班酒客 双方发生碰撞争执 其中混乱之中 就是被一个林姓 姓林商木林的嫌犯 就是用不明的利器 得伤 捅了两刀 目前相信案件 应该不是有政治动机的预谋犯案 应该是在口角 之后 许刺 并不是跨境镇压 或者政治迫害 或者追杀他到这个地方 事关他的背景 也都是坐过两次监 姜家为曾经2021年6月 因为违反限聚令被捕 但罪名不成立 同年7月在铜锣湾直播时被捕 被控阻差办公 同样罪名不成立 但去到去年1月 他在旺角银城广场隐世市集被捕 最终承认这个煽动罪 被判入獄8个月 我想有一个点 他之前也曾经坐过一次监 我想这个地方都没有说到 所以这个地方 第二次 就是觉得整个煽动罪 被判入獄8个月 就说他在旺角银城广场隐世市集被捕 出狱之后移居台湾生活 姜家为因为在反送中运动期间 在市会的现场 新村牧师庄畜 被称为姜牧师 同时也有担任急救员和独立记者 但是他的牧师和急救员资格 都是曾经被质疑的 外界也有意见质疑他 自称同时身兼三职 就是所谓的 牧师、急救员、独立记者 会损害传媒工尚力 受急救员和急救员的中立性 这个当然知道 另外当然他在香港有很多 其他新闻 我知道也不想在这里讲 他私事 如果真的要讲公义问题 我想都涉及到 这个司法程序 要去处理和搞清楚一些细节 我在台湾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事情 也都没办法分配很多事情 有很多的纷扰 很多的争议 我就不逐一地讲了 我只是说 几个观察点 第一件事 就是这件事 初步排除了 他是被中共 或者他们的爪牙 或者台湾的黑社会 尋仇 故意借他走醉的时候 刺他两刀 如果真是尋仇刺他两刀的话 应该不是闭道电视 拍到的片段 就是那些人落楼的时候 和刚刚出的士的他相遇 之后 就是当时就是这样 先而口角 继而刺人 我想这个情况是突发的事件 随机突发的口角事件 比较多 就不是 躲起暗角 然后当时好像对付何韩斯 对付林铭基 那些做法一样 就并不是同样的做法 OK 第二件事 就是说 那些人的伤势 我都知道 他曾经一度相当严重 左肺是被刺穿 汽胸 凶腔积血 今天少早的时候 放气 过肺涨了 乳血抽了 血压仍然比较低 那希望大家 如果有信仰 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有信仰 但真的有信仰的话 希望为他祈祷 这就是我已是充心地了解 第三件事 他目前在一間醫院中,在ICU的家戶病房 我不知道今天少了是不是已經離開了 但醫院的規矩當時是不讓人探望的 現在是不是開始每天可以探病 但據我所知都是每天30分鐘探病時間 我在這個地方也算是認識他 我也覺得真的要給他一定的支持 尤其他也為香港的一些民主運動曾經付出過 即使他有種種種種的爭議 我先放在那裡 我覺得有些事情真的要好感的支持和關心 我也希望他能夠早日康復 也都在未來的樓院的期間 我希望最盡量可以送戀給他 第四件事就是據我所知 我所認識有關醫院的人士 我都明白到 盡量能夠看有沒有辦法 通過某些方法能夠給他一定的醫療費用 當然他以中的情況有沒有健保呢 因為事虧個人私隱 我就不說了 如果他沒有健保的話 是昂貴的 有健保其實也要給錢的 你不可能所有手術 尤其是這麼嚴重 即是說放一些空腔裡面的氣空的東西都要給錢的 那我怎麼說到這件事怎麼處理呢 那麼後話 我沒有承諾過一定是免費的 但我只是說這些東西到時候看看他的能力 以及需求 以及醫院的匹部怎麼處理 另外就是 第五件事 就是說 我知道很多來到這邊的人 因為種種的原因 禦酒 即是不斷在那裡喝酒 喝到冥丁大醉 泥醉 爛泥 這樣也算了 但他不是泥醉的話 如果他在那個地方發酒天的話 就出事了 我也勸喻很多人 就盡量去戒酒 就是 戒不戒煙利敏傑斯 他不肯戒 那戒酒就盡量戒 因為這件事相干 還有 會亂性 是吧 做出什麼行為 你又不記得 但對別人的傷害也不好 這次他肯定是 避害人 不是加害人 我不會 blame the victim 但是如果他當時候 不是醉紛紛 甚至沒有入到醫院的時候 都會想 我死了 這些全都是 我死定了 這些完全是一種 是一種無意識 下意識的狀態之下說話 不是理性 正常的狀態之下說話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好好地做一些生活上的檢討 不要喝到大醉 這個不是造成自己的困擾那麼簡單 是當然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甚至牽涉到這樣的一單案件 這件事是不好的 OK 即是叫做 幾大海 嫖刀飲蕩 哪件事是好的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要盡量控制自己的說話和行為 我知道很多的鬱悶 很多的鬱結 很多的負罪感 很多的恩怨情仇 停留在2019年的空間 沒有辦法離開 這種情況 我們都很清楚 不只他一個 還有很多其他人都是這樣 即是他們的時空 是定格在2019年的 他們的負罪感 sense of guilt 是使他們定格的那個位 那變成了他們沒有辦法 move on 這件事也是一個 我覺得他們要去想一想的問題 是難的 因為他當然有選擇自己去思考的模式 完全有自由地這樣做 但記住 每個人是跟社會一起生活的 他的想法會影響到旁邊的人 也都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OK 希望這些情況能夠去解決 但不是代表他一個 他不是一個加害人 他一個被害人 而且因為他是一個 曾經違反送中運動 付出過 坐過牢 也都是一個隱世事集 過某事件坐過牢的一個 人士 無論之前他是 怎麼樣有多少的 相傳 多少的謊言 謊言 甚至一些 以前在香港那些 click click的東西 那我不想說了 但我只是說 既然他是這樣 我們都要照顧 即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精神 不可以說 因為 某些原因 我們疏遠強 我們當沒有發生過 不是 他是一個人 他都是一個手足 有些事情都需要處理 但我希望能夠 他掌盡一點 跟著就說 會不會牽涉到台灣人 爆紅這宗消息 yes 他這宗消息 爆了之後 全台灣各大媒體 三立電視台 民事 你想 you name it 藍綠的媒體 到一瓶新聞網 傳媒 大致標題 報導他這宗案件 搞到很多台灣的長輩們 即是台灣的長輩式的朋友 甚至同輩們都問 發生什麼事 今天下午打爆機 我能夠回應 剛才講的一些主要部分 大家不用擔心 他都是受到一定的照料 現在雖然他的情況 是很轉 但仍然需要去靜養 希望給他一個休息的時間 至少看到台灣的人 不是說八國話 這是不是共產黨間諜 他當然是說 這個是香港人 你們會不會支援到他 他們很善心 即是他的善心 發導這個地方 希望能夠幫助到他 能夠脫離這個險境 這種善心 我是由衷感謝的 而我也知道 因為台灣好的醫療 他才可以這麼快 能夠得到這樣的一個 treatment 我相信如果他在香港 他可能在警局 不知多久 在一些黑警 在醫院裡 知道你是姜家偉 之後又針對你 一二三四五 X靠XY 所以他在台灣 能夠這麼快 得到 treatment 是非常好的 台灣的醫療制度 我覺得是全世界其中 我數一數而好 當我去年 跌到 大家知道 跌到那個 有骨折 你基本上 立即去急症 然後立即排骨科 不需要經過普通科去轉介 而姜家偉這件案件 亦都很快地 得到 treatment 之後他直接去見 有關的一些 空腔和心肺科的醫生 我想就是比較能夠接受到治療 而台灣醫療的品質 我認為是相當高的 當然你不要去一些很偏遠地方的 或者資源 人才比較缺乏的醫院 但在台北來說 主流的醫院是相當OK的 另外一件事我肯定 明天那些文匯大公 那些什麼左報 有他們說 看看 這些這樣的 黑暴 死黃絲 在台灣那裡 喝醉酒 鬧事 然後 被人家先口角 繼而 吉廢 你看看 台灣治安多亂 對手足多無情 這些手足多麼噁心 多麼混亂 我告訴你 他是一個被害者 不是家害者 OK 他之前的種種的東西 有好有壞 很壞參謀 我們這個不說 但我們一定要幫助一個 受苦受難的一位手足 何況他是因為隱世事責 判過坐牢幾個月 那麼他僥倖離開香港 不需要坐在大監獄裡面 OK 現在23條立法來 如果他遲出來些 可能呢 命都沒有 好了 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他奮發 工作 做事 這件事很重要 知識其力 但不是因為我對他的批評 所以說 全部黑暴都是這樣的 他黑暴 全部的黃絲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件事 完全扭曲整件事 不要因為一而以偏概存 更加不要認為他 是一個壞蛋 然後所有東西都抹黑他 也不是 人性相當複雜 我們不可以以偏概存 去看他 或者其他的手足 更加重要的地方 是台灣並不亂 是那個人 在那個品流複雜的地方 OK 你臨心不露 大家知道什麼地方 是吧 封月場所 OK 他有沒有去封月場所 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在那個地方 夜晚流年 當然 凌晨時分 喝醉酒 和另一個 又失得性的人 這樣碰撞 當然 當然 就是 人有武器最重要 人家為什麼會有武器 我估計 當然那個人 可能涉及當地的黑幫 黑幫就是白朗 那些什麼 張安樂 那些什麼 北聯邦 祝聯邦 那些東西 這個需要調查 我覺得這件事 我不可以在24小時都沒有的時間之外 天眼通知到這件事 但是暫時來說看整個影片 似乎不是有預謀的埋伏犯案 OK 也不是台灣好亂 台灣字眼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些這樣的說法 完全是失實的 就是我去過L.A. 我也覺得很安全 我乘巴士 很多朋友說 你沒有乘巴士 很不安全的 我乘了很多次巴士 那我又穿梅 又去到L.A. 一路去到One Tree Park 對嗎 來來回回 一個小時一個小時 看很多不同的族裔的人上車 下車 看市警 很安全 那你說是否真的很危險呢 我覺得不是 OK 所以我說很多東西 要看你怎樣看 那L.A.有沒有些地方 是比較危險一點的 就不是剛剛我講的地方 其他地方 那剛剛這麼巧 他就 這一個 姜牧師 就是我們叫姜牧師 叫姜家雲 不要叫牧師 他就是牧師 是吧 那你不可以叫我 桑醫生 我不是醫生 他是Cosplay牧師 他是姜家偉 自媒體人 他遇襲的話 應該給他一定的鼓勵和血面 同時是 也都知道在這個環境之下 他去到南深北陸的地方 當然要晚上 他冒著很大的風險 如果他清醒的 禮貌的 一定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但如果他那個時候 剛剛那麼好 又在那裡撞一下撞一下撞一下 撞一下 胡言亂語的話呢 那就隨時會出事 這件事 希望他不要一而再再而三 這個是我 身為一個 認識他的人的一個勸勉 也和大家說一下 所有在看東西的人都記住 酒後會亂成 不要喝那麼多酒 如果你喝不醉的 傷乾的 沒有所謂 你自己要承受 但是呢 如果你喝醉 酒呢 就在那裡發酒風的話呢 千萬萬萬萬不可 你會帶給你旁邊的人 莫名其妙的麻煩和風險 這個是不得了 我希望他真是 立心改了去了 真是要改了 OK 那這點就重要了 所以我先打好底 不要給他明天的文匯大公 不斷掌握他們 好了 這一集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 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